什么?美国史上首位众议院议长被罢免? 第一则新闻,麦卡锡城市上首位被罢免议长,加密友好的MC Henry将接任临时议长,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扬遭罢免,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罢免的议长。 看来麦卡锡加入了咱韩大大的行列,可怜呐,这次罢免是因为麦卡锡在美国政府濒临关门前,为了让联邦政府得以维持运作,推动了一项跨党派的临时开支法案。 这项法案让共和党强硬派议员不满,认为麦卡扬背叛了党的立场,不过也有人认为,麦卡锡的罢免是因为他本人的黑历史太多。 例如,麦卡锡曾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,指控民主党候选人希拉蕊与俄罗斯特工勾结,但后来,麦卡锡却又自己承认,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。 这里不得不称你是名剧本写作家,还是你是双鱼做的。 此外,麦卡锡也曾在2021年1月6日国会暴动事件后,公开批评前总统川普,但后来他又改口称,川普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,前后矛盾该不会是麻苍叶灵体附身。 因此,有人认为,麦卡锡的罢免是因为他本人的两面三刀,让共和党内部无法信任他。 麦卡锡的罢免或许是美国的小幸运吧。 相较之下,MC Henry是个相对友好的加密货币人士,他曾表示加密货币是一种创新的技术,有潜力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。 MC Henry也是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。 该委员会在今年夏天提出了两项监管加密货币的法案,以及一项针对稳定币的法案。 MC Henry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,ICC的作为也多次表达不满。 他曾表示ICC对加密货币公司的监管过于严苛,导致创新受阻。 MC Henry的接忍,让加密货币界感到一片欢腾。 他们认为,MC Henry的任期将是加密货币发展的一个新时代,一个新航海的时代。 第二则新闻,OpenSea推出新功能,OpenSea Studio。 尽管市场冷冷清清,令人战战兢兢,交易量创新低,像是从101电梯下楼到B1。 OpenSea仍然在推出新的服务,使各位能更快地推出自己的NFT专案。 现在除了纪念好玩,有谁还会想靠发NFT赚钱啊? 没事,总之你现在能在OpenSea上摇龙式地发行自己的NFT了。 你只要到OpenSea首页,点击选项清单就可以看到最新的Studio功能。 能选择要建立一个NFT专案并让社群铸造,Drop Collection或是直接铸造单个NFT Create an NFT,你可自行选择要上传的图档。 设定专案名称及专案缩写,例如缩写部分,Azuki叫,Azuki无聊员叫Bake,你想要叫9527,9487,TMD都可以。 目前共支援9条区块链让你选择去发行。 面对这次的新功能来说,我只能用炒冷饭这三个字来形容。 毕竟很多平台早已提供了此类免费服务。 而究竟OpenSea还会不会再战胜不二呢? 我们在另外做集视频分享给大家。 第三则新闻,Frant Tag传多位用户遭害。 目前亚洲圈正在爆发一股Frant Tag风潮。 连马吉尼大哥都在今日早上台北时间发了条腿显示,骂得随便了。 今日就是要Frant Tag。 目前因为NFT市场冷清惨淡,现在变成到了Social Fight平台上互割对方。 对于Frant Tag我个人看法是,有一小船说翻就翻。 今天我买你,明天你把我阿摩卖掉。 啊,不是是把我的Key卖掉。 自己砸钱护盘,成为别人流动性出口的Frant Tag今日被爆出资安危机。 资安机构再次呼吁各位以手机号码注册,并且绑上RFA认证。 这几天,陆续有几天,FT账号被盗。 看看这条推文的傻逼,莫名被盗走了22颗以太币。 22颗以太币是多少,可以吃多少个麦克鸡块套餐?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,我就大发慈悲告诉你。 以今日限价来算,22颗以太等于约108万台币啊。 此攻击传为SIM卡交换攻击。 SIM卡交换攻击通常是骇客骗过电信公司人员后,把手机号码转移到自己手上。 可比美江陵的转移还牛逼,总而言之,言而总之。 自己的账号自己得负责。 把安全验证做好,你才可以无视一身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